所有的世间法则具象之物内 蕴含的丝丝缕缕的时间法则之丝 开始纷纷流散而出 如一缕缕飞絮落入河流当中 与虚光河流融合在了一起 那道虚空河流顿时金光大作 化作一片金色的甘霖降落下来 将整片花质空间淹没了下去 使得整个空间里都充斥着一层时间法则波动 韩丽心中一惊 以为所有的时间法则之丝 全都消散进了这片虚空 连忙手掌一挥 一道淡金色的圆球光幕瞬间扩张开来 化作了一道巨大的时间领域 把整个花质空间包裹进去 他的双手在虚空中不断地挥舞 试图通过灵域将散布于虚空中的 时间法则之丝重新召回 结果却没有丝毫的作用 反倒是五件时间法则具象之物 在感应到灵域出现的瞬间 其上的一团团透明道文纷纷飞舞 开始和四周的灵域虚空融合了起来 灵域之内随之开始荡漾起一阵阵强烈的波动 真隐宝伦立即呼声大作 脱离了寒历身后的虚空 朝着高空飞射而去 化作一轮圆月悬于正空 圆月之上 道道金色光线绽放开来 瞬间普照整个灵域 光芒简直游胜交扬 但是却并没有丝毫光热之感 与此同时 幻尘沙漏也随之掉落地面 化作一层沙海铺展开来 瞬间淋浴空间之中 大地一片金黄 韩丽看着眼前这一幕 心中忽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一次的时间法则之物的变化 似乎与过去相比有些不太一样 真眼宝伦悬于高空之后 其展现出来的形态 虽然仍然为虚幻模样 但是四周星星点点的金色光泽 纷纷融入其中 竟使得其与灵域空间的联系 变得越发紧密起来 大有直接融合在一起的趋势 韩丽心中一动 大为吃惊 这莫非是 要进阶到造物镜了 还不等韩丽惊讶完 原本悬于头顶上方的光阴镜瓶 突然倾斜倒下 落在了金色沙地上 其内所盛放的金色水叶 随之流淌而出 只见水叶漫过满地的幻尘沙中 非但没有渗透进去 反而流逝越来越猛 水域越来越宽 直接化作了一条金灿灿的虚影河流 而随着水势的引导 沙地也起了变化 开始起伏不定 渐渐地浮现出了巨山凿鹤之势 依稀有了山川雏形 紧接着东以神木的虚影 也落入了沙地山丘之上 瞬间如同野火燎原似的 化作一片茂盛的木林 蔓延开来 让所有浮现出的景象 全都如头顶上的那轮圆月似的 与灵域空间起了些古怪的变化 开始一点一点呈现出融合之势 韩利此刻哪儿还不明白自己灵域的变化 在发觉这种融合速度极其缓慢的时候 立即身形一跃来到半空 悬浮坐了下来 他全力运转起大五行幻视觉 将体内增长的时间法则之力和先灵力 再次溢散开来 反馈这片嗷嗷待哺的灵域空间 随着他自身的时间法则之力流散而出 所有时间法则具象之物融合速度都略有所提升 但是却依旧十分缓慢 按照这个速度 哪怕有光阴天玄大阵的加持 也不知道有猴年马月才能成功 况且他布置的大阵会消耗大量的先元石 以他之前所布置的也就能最多维持个一百年 通过时差转换也不过是一万年时间 除去之前闭关消耗的两千年 现在也不过剩下区区八千年 仅靠八千年时间 想要让灵域的造物镜彻底稳固下来 那简直无异于吃人说梦 况且韩丽如今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消耗在此处 韩丽心中叹息一声 缓缓地说道 时间不够啊 想要一次成型恐怕是不易 不如先选择其中一样 完成融合试试 一语说吧 他就拿定了主意 双手法掘一掐 双臂朝着身下那片东蚁神木 所画的茂盛树林挥了过去 虚空之中 肉眼可见的时间法则之力和仙灵力 全都流向了东蚁神木 四周其余几样时间法则具象之物 融合速度 顿时慢了下来 只有东蚁神木上的光芒璀璨越发变得凝湿起来 韩丽心中暗喜 自顾自地说道 果然有效 他之所以最先选择了东蚁神木 是因为他对此法最终的结果呀 并没有太多把握 所以才没有最先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真眼宝伦来融合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适 韩丽心静如水 只是不断将体内凝聚的仙灵力和时间法则之力外放出来 供养领域成熟 很快 花枝空间内就又过去了两千年 然而对于空间之外的世界来说 却只是过去了区区二十年 早在二十年前 小白就已经察觉到韩丽闭关成功 左等右等 却始终不见韩丽出关 心里头也不禁犯了嘀咕 这先前应该已经闭关成功了 按道理也早该出来了吧 怎么这么久 真是急死人了 不会出什么意外吧 呸呸呸呸 主人吉人天下 怎么会出意外呢 那就是有什么奇遇了吧 对 应该是这样 可是时间越来越少了 这怎么办呢 小白来回夺着步子 脸上时而有些焦急 时而有些迷茫 不住向惊年火鸟询问道 他倒不是担心韩丽的安危 毕竟通过彼此之间的气息感应 他知道韩丽无恙 他担心的是 在这里消耗过多的时间 只怕不等救回金童 他就要返回蛮荒了 金言火鸟对此自然更是不知 只能颇为无奈地摇了摇头 小白的心中疑惑 本想进入花枝空间内查看 但又担心扰乱韩丽修行 只好忍耐下来 动天之中韩丽正双目紧盯着身下的虚空 那里形成了一片金色树林 已经变得十分凝实 其中蕴含的时间法则之力 也变得十分浓郁 韩丽的淋浴空间 即此便已经达到造物镜的层次 对于这个结果 韩丽颇为满意 居然只用了两千年时间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